好美好的一个日子 今天是我们庆贺圣诞的日子 听听听听有多少人知道 其实主耶稣基督并不是12月25号出生的 当然这并不重要 有一个犹太的拉比 他是一个弥赛亚信徒 就是说这种犹太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非常学问的人 他有一次讲到 经过他的一个推算 推算主耶稣基督 是出生在公元前6年的3月20号这一天 有机会的人可以上网查一查 当然关于具体的生日是哪一天并不重要 但是我们照着习俗12月25号 把它用来专门来纪念耶稣基督他的降生 今年24号 好像这么些年第一次赶得这么巧 有没有 之前好像都是 我们都提醒 我们不会错过 一般都是提醒 但今天也是只提醒一天 最近有什么178号的 20号的也有那样的 非常地感谢神在主里来问候家人们 平安和喜乐 感谢神 今天我们相信全地的教会都在庆贺圣诞节 所以相信今天大家听到的信息 都是关于圣诞的信息 今天我们这边也不例外 我们打开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不全读 假如我们来读一段 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一章的26到56 还是不算短 还是不算短 我们就采取交替读的方式 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弟兄读一节 姐妹读一节交替一读 来好了 路加福音的一章26 我们一直读到这个56节 来 弟兄建筑来 123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家还被放弃的拆卸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区 特成名叫拿撒勒 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同语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 对她说 龙大恩的女子 我们年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听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这样 是什么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 已经蒙恩了 他要为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 主大卫的卫给他 他要做养各家的人 直到永远 他的活也没有处境 玛利亚最接着说 我没有出家 怎么有事呢 天使对她说 圣灵和灵道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 要因此 所有圣者 心称为神的儿子 广泉旗的体骑 一代下来 在年老时候 也怀了能力 就是那 不来 封为 不生日的 现在有月 六个月了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实力 情愿 教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那他说 玛利亚起身 一向我走三里去 来到永远 大人 做生日 进了 撒加利亚家 问伊丽莎白安 伊丽莎白安 一听玛利亚问他 所儿子胎 就像妇理教授 伊丽莎白 就像妇理教授 高章喊着说 你在妇理中 是有福的 你说 儿子胎 也是有福的 因为你问他的声音 一入我耳 我复理来 就关起掉落 他相信的 你也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他 所说的话 他都要迷你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你 因为他孤立 他持续的 因为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国有福 那有全能的 为我成就的大事 他能为相胜 他要违你 为他的人 直到世时代代 他要保护 施展那能 那独奥的人 将心里忘想 就为他感到 他要有全力的 他要求 在父亲 他要求 他要求 他的福音 去世 为他要求 他们 得他 要求 以 至于 道 永远 正如从前 对我们 耶稣所说的 那虐亚得以立察凡 从中最悦有三个月 朴家庭的 来祷告 Oh,哈利路亚 我们来到你的家中 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庆贺的乃是一件 观乎万民的大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而降生 主啊,就在这样一个 特别的日子里 主啊,我们恳求的是 主,你来亲自造访你的每一个教会 来到主,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具体的场所 主,就将你的荣耀的同在倾倒在这个地方 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聚集 主,不是一个形式 乃是我们知道主,充满万有的神 主,你将这万有的美好都充满在你的教会当中 主,今天求你来预备 你每一个儿女的心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在此思想着莫大的恩典的时候 愿感恩充满了我们的心 主,愿感谢的话,赞美的话也充满了我们的口 让我们一心一口来称信,来赞美你 主,愿你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 主,今天我们知道 这个圣诞节,你有美好的话语 要来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 因此天父求你 打开我们的心 好叫我们今天能够谦卑受教 来自听道,来自圣灵 透过主的仆人所传讲的 鲜活的话语 主,你来在我们当中来掌管这一切 满下的时间,来向你交托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家人,昨天我们傍晚的时候到池袋北口去唱圣诞歌报佳音 然后发了这个福音册子 我知道有家人很多是周六有安排没有办法去 不过没有关系 最终还是有大概是几个 是六个 大概六个人 我们还是在去那里去 还是去做了一下 第一开始没有通知家人的原因是这样的 往年的话呢 我就是在维久那边的青年部通知的话 就来不少人了 我想今年呢 接着上太多人也不好 所以第一开始我只是在青年部通知 但是令我有点意外的是 到直到最后人都不多 后来我说 我们在池袋交会呼吁一下吧 说池袋的家人们 虽然确实是太迟到 我相信你们都已经有了安排 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你们真的是有非常美好的时间 昨天有点冷 我们在外面唱了今天所唱的两首歌 今天我心想今天我就不用练了 昨天唱了一个小时重复的循环播放 在那个街头 然后一个小时我再弹吉他 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右手也动麻了 差不多我们就收了 我们在边唱的 有人在唱 有人在发那个福音册子 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姐妹们 在这个寒风当中呢 都是笑脸相迎 这个迎向这个路过的行人 向他们地上的一个福音册子 因为我们地上的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册子 我们知道这里面所蕴含的这个消息 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的 因为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都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看到弟兄姐妹们的那种喜乐 第一次参加的也有 集中向天阳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大家都拿了册子 天阳去到这个车站附近去发 它很快就发完 后来我就说 我说大概看天阳是很单纯憨厚的那个 他穿的那个衣服这样裹在那里 戴个小金丝眼镜 文文静静的 然后又看起来又很憨厚 大概这样 别人都 他递出去的单张别人都要 他过一会儿跑过来 他说发完了发完了 然后谁又来打 然后拿了一打过去 他说发完了发完了 谁又回了 好可爱 但是看到了是一个 这个服侍神的这个喜乐 家人们 弟兄姐妹 没有比与神同工的喜乐更大 记得在去年 今年我们参加完这个夏令营的时候 在回来的路上 开车 在车里有这个 其中有一个妈妈就说 路上你真的辛苦了 在安排天天活泼 跟你有讲到 这时候还要你开车 带我们回来 你真是辛苦了 哎呀我说 其实一点都不辛苦 身体有没有疲劳呢 确实有些疲劳 但是真的是心里太喜乐了 因为我们看到了 这个在这个营会的当中 神就是与我们同在 丰丰富的与我们同在 很多弟兄姐妹都有 很多的得到 生命被触摸 被更新 被翻转 我们看在眼里 说不出来的喜乐 家人们 这就是与神同工的喜乐 这种喜乐是最大的一种喜乐 弟兄姐妹 发布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经历到与神同工的喜乐 超越一切的喜乐 阿们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 这个很明显 我们今天是要聚焦在这个玛利亚的身上 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呢 其实讲述了 是两个故事 是吧 我们看到了第一开始登场的是 这个施洗约翰他父母的情况 施洗约翰出生以前呢 他的父母跟旧约当中 很多的家庭都很像 是家里有这个所谓的 妈妈不孕不孕的这个状况 直到这个亚伯 直到这个施洗约翰的妈妈 伊丽莎伯到年老的时候 都还没有孩子 让我们想起神的 想起萨摩尔的母亲 哈拿在这个 他的这个 先生的另外一个妻子 已经有儿有女的时候 他仍然是一个儿女都没有 我们看到了 他就开始迫切地祷告 我们知道 就在这样的一种迫切祷告之下 神把先知萨摩尔呢 赐下来给他们 因为在那个时候 哈拿许下了一个愿望 他说主啊 你如果赐给我一个儿子 我就把这个儿子 全然的献给你 让他终身做拿西尔人 终身做一个服侍主的人 让他一直住在伊赫华的殿中 神就愿他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祷告 于是呢 神就把萨摩尔赐下来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萨加利亚 他们是一对敬虔的夫妻 他们在这个行使为人上 几乎是无可指摘的 神也喜悦这样的人 但是呢 他们人生当中有一大缺憾 是没有儿女 但是就这样的一天 突然这个萨加利亚 照着班次去神的殿中 去服侍的时候 进一个祭司的职份的时候 他们没有想到 就在这样一天 这样一个看似是 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天 突然这一天 神的使者显现在了 萨加利亚的眼前 告诉他说 你的妻子伊丽莎伯将要为你们生一个儿子 而且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殊的使命 是神所拣选预备他 要为那将来的要来的那一位 比他更大的那一位 做屠戮的那一位 做预备的工作的那一位 施起约翰身上是有一个极为特殊的使命 耶稣说过说这个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人打过施起约翰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耶稣这样说 他比其他的先知都大多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出生是在弥赛亚前面 他是被他亲自铺路的那一位 这是一个尊荣的位分 非常的尊荣 但是我们如果照着世人的眼光 去看施起约翰的这一生 其实他活的并不是那么的好 弟兄姐妹 你知道这个人他是怎么活着的吗 他从出生以后 他在家里 当他长大以后呢 他就离开了父母 离家出走了 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去进城打工去 去闯上事业去了 没有 他去到了旷野 隐藏起来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是穿的是落脱 骆驼毛的衣服 吃的是什么 蝗虫和野蜜 没有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 很多人看了 他就是一种失败的人生 他也没有终老 没有享受晚年的生活 在他状态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其实和耶稣的生日差不多 耶稣还在地上做服事的时候 施起约翰就已经被斩了 也就是三十几岁的年龄就被斩了 但是他这一生的这个 试底就记录了圣经当中 耶稣给了他极高的评价 说他比那些先知都大多了 然后我们与此同时看到病性的 还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叫玛利亚的人身上 这个玛利亚的这一天 他也在他没有想到的一个时候呢 这个神的使者来造访他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 在那以前 弟兄姐妹我刚才讲到了一个 这个神与人同工 我们与神同工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神为什么要与我们同工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 我们是有一个权力是可以与神同工的 我们与神同工 可以与神同工 但是神为什么就一定要跟我们同工呢 为什么神不亲自去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说他说有就有命力就利 在他创造天地的时候 他只是说出来这个事情就成就了 对神来说成就这些事情都是简单的不得了 我们不要看到现在魔鬼很猖獗的 还在世上兴风作浪 带来很多的仇恨杀戮很多的悲剧 很多的狭狭和昏暴 但是弟兄姐妹并不是因为神 现在没有办法去除掉他 如果是神只要他打一个响死 瞬间魔鬼他就灭亡 他就瞬间就灰飞烟灭 但是神没有这样做 是因为神仍然存留他 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要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要与我们同工 他也没有使用天使 如果是天使的话 神的工会是会更差的顺利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旧月当中也好 新月当中 天使出现的时候 人总是吓得就跪下来 不复在拜这个天使 为什么 因为天使不是人的样子 他蛮有荣耀 人一看见他之后 心生敬畏 他说什么就听 所以执行这些神的话语的话 他的命令的话 会非常的顺畅 但是神没有使用天使 虽然他使用天使 做别的事情 但是在关于人的救恩的问题上 神仍然需要 神仍然需要我们人参与的当中 虽然我们是那么的软弱 那么的有限 但是弟兄姐妹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神给他的儿女的 一个极大的特权 要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在 他对全人类的这个伟大的拯救的计划当中 让我们参与有份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得救并不是说 我得救了 我可以上天国了而已 乃是说 父神减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 为何我们得拯救 是为了服侍主 弟兄姐妹 出外基记后面的一卷书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在读上天 都是大家最爱读的那个立位记 对不对 你们不爱读立位记啊 有人叫人了 有没有人特别喜欢读立位记的 立位记做灵修 立位记讲到的都是关于祭祀的条例 这是在教导人该如何 侍奉一位圣洁的神 出外基 讲的是我们人如何得救 脱离世界的网魔鬼撒旦的捆绑 不再做奴徒 不再做罪的奴隶 开始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神把我们领出外基 在那之后 神开始在旷野当中开始预备 你们的身份发生变化 你们不再是一群奴隶 乃是属神的人 而且你们要学会 如何去侍奉这一位圣洁的神 因为神经约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人都是以君尊的祭祀 每一个人都是要 神要我们去学会 如何去侍奉他 如何来与他同工 祭祀是什么 祭祀就是在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被拣选 不是说到我们这里就截止了 而是说神拯救我们 是让我们能够势力在神和人的中间 来为了这世上还没有得救的人 来向神祷告祈求 来将主的福音 神的救恩传亮给这些人 这是神向着人所存的一个计划 祂所拣选的儿女 给我们的一个莫大的一个福分 能够与神同工 是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 极大的一个特权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没有参与福祉的话 真的 每一个人都要投入参与神国度的计划 要做一个与神同工的人 阿们 真的是 不光是 不光是做一个所谓基督徒 因为有人就讲了说 我之前在有一次听到过有一种说法 说 让我们不单单是做一个信徒 还我们做一个门徒 其实你会看到圣经当中 没有这两者的区别 一个信耶稣的人 绝对不是只是让他停留在信的这个位置上 而是要成为一个门徒 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去 数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不是说 你只是让他们得救就好了 拿到天国都入场圈就OK了 不是 主说你们去 让每一个人都做我的门徒 就像你们做我的门徒一样 不单单是明白福音 灵魂得救 而且还要全部的了解 主耶稣给我们所吩咐的那些教导 而且一生都要照着主的话来行事为人 而且要带领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 这是叫主的门徒 这是他放在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身上的一个命令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家人们 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 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 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这是神拯救人的方法 完全的神成为完全的人的样式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当时主耶稣他的仇敌不明白这是怎么一个事 你记不记得当时耶稣在跟那一群撒族干人的辩论 其实不是耶稣发起的辩论 是撒族干人在这里来自以为他找出了一个超级难题 来想要难倒耶稣 他怎么问呢 他说一个人娶了一个太太 后来这个人死掉了 对吧 这个男人死了 结果后来呢 照着以色列人的风俗 他的弟弟呢 要娶了这个遗孀为妻 来为哥哥立后 这是他们当时的这个习祖 当然也是律法的规定 然后呢 后来这个撒族干人说 这个前面弟弟后来也死了 结果后来他的三弟四弟五弟六弟 一直到七弟都娶过这个大嫂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总之是这么一个设定啊 结果最后呢 连这个女人也死了 因为这个撒族干人呢 他不相信有复活 对吧 所以他就说 耶稣你说有复活 将来他们都复活的时候 好了 怎么分七个丈夫 一个太太 这七个人全娶过他 你怎么说有复活的事呢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撒族干人他们的一个 自作聪明的一个点 他以为一个超级难题 想难倒耶稣 看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你们这些五字的人 你们这样问 是因为你们 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神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说人复活以后呢 来像天使一样 不再有嫁娶 不再有夫妻的关系 哇这么一听 弟兄姐妹有的人说 哇我要跟我老公 永远在一起啊 牧师你是不是讲错了 我们彼此相爱要 永远在一起 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 每一个人作为高养的心腹 我们完全和神合而为一 我们不再有任何其他的需要 我们完全得到满足 不再像亚当和夏娃 我们这样在世上的时候 需要去互相完全 我们到时候就完全了 是不需要的 我们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遗憾 耶稣在回答完他们这样一个难题以后 耶稣反过来 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他说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 看你们能不能答的上来 耶稣怎么问的 耶稣说 大卫是这样说的 大卫在诗篇里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凳 主对我主说 这里面有两个主 耶稣就说 既然基督 是这个大卫既然称基督为主 为什么基督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为什么基督是主 他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其实耶稣在说什么 基督来到世上 是道整肉身 要降在世上 要在大卫的后裔当中 降伤下来 道成肉身 这是一个神拯救人的秘密 一个奥秘 但是撒族外人不明白 当时羞羞愧愧 羞残的就退去 从此以后 没有人再感到耶稣问题 但这个结果 今天我们明白 神道成肉身 是为了拯救我们 因为当神来找到我们的时候 他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成了我们的永远的大祭司 这个祭司 原本是以色列人 他们祭司制度当中 说是以色列人其中的一个代言 换句话说 他是他的弟兄当中的一个 跟他们完全一样的人 有一样性性的人 他们的弟兄经历的那些软弱 犯的罪 他全犯过 他全知道那些人 他们平时有多少的那种痛苦 他的感受都全都了解 所以他作为 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来到神的面前 说求主来饶住 这就是祭司 一个人的代表 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祭司 必须完完全全成为人的样式 有我们人一切的软弱 但是弟兄姐妹 没有犯罪过 而且他是复活以后 他永远不死 所以他可以永远 做我们的大弟子 永远在父神的面前 向我们代替我们代求 神的这个计划要如何完成 他需要一个人 来配合他的工作 圣子要降生在 大卫的家谱当中 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神说他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神在旧约当中 在众先 借着众先知 多次的预言道 说我将来会为你们赐下 这个救助弥赛亚 他会从耶稀的那边 耶稀的跟大卫子子尊 会兴起一个救助来拯救你们 你们的牧人来牧养你们 多次的在这个预言当 但是直到了耶稣降生 才完全的血 所以听见 当我们明白了 我们只有明白旧约当中 这些诸多先知的 这些预言 我们今天再看这个新约圣经 才明白 原来神是信使的照着他所预言的来成就 神所预言到的话 果然就这样成就了 所以我们明白了旧约 才知道新约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之大 是如何这样的 从神的话语来的 律师神拣选了一个 这个叫玛利亚的人 这一天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要从玛利亚 在他的身上看三个要点 家人们 我们要看到的是玛利亚领受的护照是什么 然后呢 玛利亚又是如何顺从的神的这个护照 然后呢 最后我们看到主 这个玛利亚又是如何发出赞美来送赞神 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们从玛利亚的他的这个 可以说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当中发生的事情和他的回应 来去思考当下的我们在面对神给我们的托付的时候和与他同工的这个邀请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回应他我们是否真正的说主啊我愿意 来自神的护照 因为你们什么叫护照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以为 说这个护照啊是神给的一小群特殊的人 比如说一波牧师尼 但是呢 很遗憾我没有这个护照 所以每次讲护照的时候 虽然有点遗憾 但是可能真的有一部分家人说这个护照跟我无关 我就坐在那里听好了 牧师尼爱怎么激动怎么激动 护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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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跟我无关 我不是一个蒙照的人我只是一个得救的人 我只是一个平信徒 因为你们知道护照是什么意思 耶稣在讲到说这个 说这个 这个护照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的时候 他是在讲这个 变性的在讲那些一个受邀的人 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在这个路加的第 应该是十四章 他用了一个一个大沿袭的比喻 他说这个主人呢 设立好了沿袭就跟那个他的仆人说 去吧 去邀请那些为邀请的人说 一切都预备妥当了 你们快来吧 然后呢 这些人呢 圣经说 一口同音的拒绝 其中有一个人给出了他的理由 说我刚买了五 五对牛还是五只牛了 五对牛 这是一大笔钱 五对牛就石头牛 买了五对牛 刚买了五对牛 我整个正想要去试一试 所以我不去 我不去参加牛 我没有时间呢 因为我买了五对牛 这要做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极大的投资 他要去打干一番事业啊 他已经穷心壮志地要去实现他里边的这个梦想 我投了很多的钱在我的事业当中 我没有时间去理会属神的事情 我要打干一番事业 你可能还 你并不是一个事业家 你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你也想说 我还年轻 我想闯一闯再服侍神 我想再积累一些经验 再服侍神 我想要赚到我人生当中第一桶金 我再去服侍神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大好的年华 要去闯一闯 我有一个事业心在里头 我买了五对牛 想去试一试 弟兄姐妹 你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那时候 我的见证 我蒙照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试验 因为在蒙照以后很快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的工作 蒙照以后突然那个时候 就刚好又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然后呢 我觉得神大概是让我先去工作 我要服侍神 但是我就跟神大教师说 我要先去工作三年 然后呢 我要赚够一些钱 然后我经历一些经验 我再去服侍主 这样就更好 我自以为我的计划 比神的计划更完美一些 因为什么 我觉得神的这个 也许神的这个护照来的不是时候 突如其来的造法 玛利亚是突如其来的 受了一个护照 这个突如其来不是说 天使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突然 这个突然 最大的突然 他的意义在于说 是一个人还没有预备好 认为这不是时候的时候 神的护照领到了他 什么叫不是时候 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说的 主啊 现在不是时候 因为我还有学业要完成 我还有事业要去闯一闯 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呢 我很忙的 我在那时候计划 我要工作三年再去服侍神 那我把这个想法 包座牧师 牧师在跟我谈 牧师说 你可以这样计划 但是人的计划 不一定会成就 一计三年以后 你的这份感动都磨灭掉了 一听哭了 我那时候哭得很多 因为神的感动 真的是在心里非常的强烈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护照 全世界的护照 是一份深刻的感动 又是一种持久的感动 不是瞬间的感动 是持久的感动 我知道了 这种罗家服侍神 我很感谢神 我很庆幸 接着牧师神告诉我说 他护照我的这个时候 就是最好的时候 家人们 不要让任何的 你的计划 摆在神的计划的前头 说主啊 我要先做我的一番事 以后再服侍你 玛利亚那个时候 什么什么 弟弟们去想一想 在照着当时的习俗 当时这个订婚的人 他基本年龄就十几岁 有一种说法 他大概一个十五岁左右 玛利亚 我们当中有没有十五岁的人 最小的是 家宣对吧 是最小的 知妻了 家宣有一天 神找到你说 家宣 蒙大安的女子 当然不会再是做圣母玛利亚的护照 因为耶稣已经降生了 但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 她是一个花季少女十五岁的玛利亚 她的人生经历 你去想象一看 她那个时候已经订婚了 她有一个未婚夫是约瑟 大卫的子孙约瑟 当时以色列人的风俗呢 是订婚和完婚之间 大概有一年之久的时间 在那个期间 不像现在 他们订好日期 通过社交媒体一联系 发个微信就过来说 我们订好几号几号打婚 我坐高铁过来 然后到时候我们才车队来迎进 没有那个条件 那个时候 比如说他们隔了一段距离的话 这个道路崎岖不平 他们那种有限的交通工具 所以新郎什么时候到 说不定的 他们可能要花好多天的时间 往新娘家里去赶 大致是一年的时间 所以对于新娘来说 这个新郎什么时候来接她 她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所以怎么样 这个新娘会怎么样 心里会怎么样 担心吧 她不是担心这个老公会跑掉 她是一种期待 对不对 她活在这个期待当中 我的未婚夫 我的新郎要来接我 所以她要预备整齐 她憧憬 她想象 这个玛利亚已经许被给约瑟了 在她的眼睛摆了一幅 美好的图画 她的人生即将展开 即将嫁作人妻 她的人生就掀开一个新的篇章 她的明天 好多好多美好 美好的梦想 在这个玛利亚的心里头 玛利亚还没有出嫁 但是神给了她一个 一个呼召是说 玛利亚 天使上来就说 蒙大安的女子 我问你啊 主和你同在了 她说什么意思呢 天使对她说 你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了 你要怀孕生子 玛利亚一听这两个字 怀孕生子 我都还是一个统真女 我还没有接触我任何的男人 我还没有出嫁 怀孕生子 换句话说 在她结婚以前 她要在神的计划当中 先怀孕生子 这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 一个护照 因为神感动我们 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并不见得对于我们来说 是好像最恰当的一个事件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做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的神 他不会勉强说 当你一再拒绝 他的护照的时候 他还说 不行我一定让你来 没有你看主耶稣说的 去请那些人来福宴吧 那些人异口同声来说 我买了五对 你又要去试一试 有人说我刚娶了妻 换句话说 我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多享受一下 家庭的温暖 享受一下亲戚的温暖 我不想去 这个时候还不想去 等到怎么样呢 我已经是 失业以后成 然后呢 儿女满堂的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 好像我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这时候我想去 不是 很多人都这么想家人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这么想的 我真的希望你不要这么去想 因为什么 不见得还会再有这样的机会 一身同工 主听见 这个仆人回来 告告说 主啊 照着你的吩咐去邀了 没有人回来啊 大家都很忙 有人想要忙事业 有人想要 顾及他们的家里的亲戚 他们不想来赴烟 因为他们说没有时间 你的这个事情 在他们的时间表中 是要摆在优先顺取的墨烈 摆在后面的后面 他没有人来赴这个烟细 但是没有来的人 不知道这个烟细 有多少的真凶美味 在这上面等着他们 多大的一场盛宴 等着他们 但是这个主人并没有说 你再去邀请他们 我必须要让他们来参加 不行 我离不开他们 这个主人没有这样说 主人说你去吧 去找那些 瞎眼的那些乞丐 那些贫穷的 那些义文 不止没有身价的 去叫他们 他们一定会过来 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要 因为他们没有要顾及的 一个所谓的美好的家庭 他们没有任何的东西 所以我来护照他们 他们一定会回应我的 结果后来 神的这个言习 是被那一群 看似特别不配的人 做完了 所以弟兄姐妹 这并不是一个 神好像是求着我们 要我们去来帮助他 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你知道吗 他要成就他的计划 可以在任何 透过任何一个人去成就 这个时候 如果不是玛利亚 神还会找到 另一个玛利亚 如果我们错过的话 神会找到 他的其他的 其他的愿意的人 去与他同工 神的旨意总是会成就的 但是我们却在 从中就无分了 莫地盖怎么对伊斯铁说的 不要以为 今天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怎样 你胭脂 这不是为了今天 去拯救我们全民族的性命的 你不要以为 你自己在宫里坐完后 你就安全了 你如果这次不出手去 为你的同胞来祷告来拯救他们 神可以兴起别人来拯救他们 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又灭亡 莫地盖这样警告 伊斯铁说 神给了他那样一个尊荣的位分 王后的位分 那就是为了在那个时候 来与神同工 拯救以色列 神的选民 他们的命运了 改变他们的命运 家人们神托付给你的是什么 神说我希望与你同工 这是一个美好的邀请 虽然是突如其来的一个造访 但是这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一个 充满神恩典的一个护照 因为天使在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 他两句都提到说 蒙大恩的女子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蒙了 这是神的恩兆 我们常说神的护照是一个恩兆 家人们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神的这个护照上 看到了 这个护照是什么 我不是在让大家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全世界的传导人 但是神是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 以祂的国度为我们的焦点 奉献我们自己来参与投入神家里的侍奉 这是祂给每一个人的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造访 但是我们看到怎么样呢 玛利亚她是十分顺从的一个人 三十八级纲我们读到了 这实在是太美好的一句话 玛利亚这样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家人们 我们首先看到玛利亚她的顺从是源自于 她对于她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定位而来的 她在神的面前这样称呼她自己 她说 我是主的使女 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 这个原文在这个我是主的使女前面呢 还有一个词叫Edo 这个希腊文 Edo是什么 是看 英文叫behold 看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词 是一个吸引人注意的词 看啊 就像世纪元说 看啊 除去世纪对你的神的羔羊 玛利亚在这就说了一句 她说看啊 当时天使说 玛利亚神的护照领导了你 你怎么办呢 玛利亚说了 看啊 一个 女奴隶在这里 一个神的仆人在这里 一个奴仆在这里 一个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权利 全凭听主的命令的一个人 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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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在 看啊 看啊 这是说 玛利亚她在说 主啊 你看我 你看我 我是一个你的使女 我是一个女奴隶 我没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有我自己的梦想 主啊 我曾经憧憬过很多次 我的新郎约瑟来接我 去完婚 我有我的少女的梦想 我的人生 我有自己的设想 但是今天你来选招我 参与到这个能够拯救万民的 这个弥赛亚的降生的事工当中 主啊 这是何等大的荣幸 他说 主啊 看啊 你的仆人 你的使女就在这里啊 不要错过我 愿 情愿照你的话 拯救在我身上 他说 我是主的使女 这使女就是奴隶的意思 就是奴隶的意思 有人说了 做神的儿女不是成为自由人吗 怎么还要做奴隶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大人们 你是自由人吗 在主里是自由的吗 神的灵在那里 那里就有自由 阿们 所以我们都是自由的 阿们 都是自由的 但是 我们有常说 我是神的仆人 保罗也好 其他的使徒 他们在写这个 新人书记的时候 都自称说 耶稣基督的仆人 就是奴隶 保罗 谁谁谁 雅各谁谁谁 然后来写信给 宗教会 他们自称自己 是神的奴隶 神给了我们自由 但是我们回过来说 神啊 我是你的奴隶 《出埃及记》有一张 的记录 非常的令我感动 是关于奴仆的一段经文 21章再出 《出埃及记》21章 不知道家人记不记得 当时是神说 你们如果拿西伯来人 你们的同胞 让他们做 夫人使女的话 做奴隶的话 不能长久一直让他们做奴隶 做六年到第七年怎么样的 就要让他白白的还他自由身 他可以离开你的家 在你家中 如果他已经娶一些生子了 这些都要统统归他 他可以带出去 你不能再侠管他 要给他自由 但是 如果这个奴隶 回过头来说 我爱我的主人 我爱我的主人 我情愿 做他的奴仆的话 说你就要把他带到 审判官那个地方去怎么样的 最后呢 要在这个门框上 用锥子刺穿 他耳朵 表明说 从此以后 这个人就要永远 在你家留为奴仆 这是什么 不是这个主人 挟制他 让他做奴仆 而是这个仆人 爱他的主人 情愿一生做他的奴仆 这是有选择在里头的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 每一个基督徒 都已经在主里 得到了自由 神不再侠管 神说 你得救以后 你必须要这样做 必须要那样做 神只是说 你应该这样做 但是如果我们偏心几路 说我就是要离开 我得到自由了 我想怎么过怎么过 从此以后 谁也管不到我 我们也可以这样活 神也不会强迫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向神说 主啊 谢谢你给了我自由 但是今天 我凭着我自由意志 说因为我爱你 我愿意 在你的家中 我一生做你的奴婆 来侍奉你 玛利亚说 主啊 我是你的使女 我是一个女奴隶 我的梦想 我可以放下 因为你的护照 临到了我 我就要回应你 这是我人生当中 第一优先 仆人 使女 当他的主人的命令 临到的时候 他里面的一切的想法 都要统统地退屈次序 所以他说 我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丁姐妹 我深信这是一个 不单是我们 一次性的一种 感动的回应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问 丁姐妹 你愿意来服侍神吗 我愿意 我看过很多这样的场景 但是否我们 常常对主说 我们愿意呢 家人们 这不是一个 一次性的回应 我越来越确信的一点 就是 我们对神说 主啊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这乃是一个 天天在祷告当中 要向你说的一句话 最近我的祷告 主要是 我在参照 主祷文的模式 在祷告 因为我越来越发现 主耶稣教导我们 祷告的时候 这是一个 最讨神喜悦的 一个祷告的模式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能够的事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每次我祷告到 主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 我不但是会 为天下万国 现在 这种一个 很大的一个头发来祷告 说主啊 在万国万民当中 成就你的计划和旨意 你在以色列当中 放下的命定 没有人能够来更改 主啊 愿你的名被告举 主啊 联名我们的中国 联名我们的同胞 成就你的计划在中国 继续识认给中国 继续识认给美国 给日本 我都会导管 但是呢 我不会忘记的一点 是说主啊 愿成就你的计划和旨意 在我的身上 你放在我身上的 每一个计划 在关乎我生命的 每一个方面 主啊都愿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就 而不是照着我的旨意来成就 后来我发现 每次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满了这种喜悦 因为我们会很清楚地知道 天父是悦纳我们这种祷告的 这并不是一次性的祷告 这是应该成为 我们每一天 向神所发出来的 一个告白 主啊我是你的仆人和神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家人们 这是一个常常要向神说的话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可能说 我顺服神了呀 我来教会呀 我做礼拜呀 我参加小组啊 我做奉献呢 为什么还可以 什么做的 弟兄姐妹 我们去回想一下 我们真的是 在任何的一个事情上 都说主啊 情愿你的计划 成就在我身上的吗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做到了完全 还是我们仍然有所保留呢 让我们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是否在神的面前 让尊主为他 让他的旨意 完全成就在我的身上 所以他放下的一切来顺从 家人们 我相信这首玛利亚是 在他的心中有一个非常 浪漫的美好的一个 有一个憧憬 大家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吗 玛利亚在那时候十几岁 他天天梦想着 有朝一日 他的新郎带着迎亲的队伍来迎许他 他等候盼望盼望 他心里非常美好的一个图 他在心里 但这个时候神介入到他的 可以说打乱了他的计划 但是玛利亚这个时候说 情愿赵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我是神的使女 所以他会告诉说 亲爱的约瑟对不起 我真的很爱你 我希望你来迎许我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神的护照领到了我 我先要去配合神 去完成这样一个美好的工作 所以玛利亚说 我其他的一切的一切 我的计划 都要统统地放在四等位置 我要回应我主的护照 放下一切来顺从 亲爱的家人们 这是玛利亚的顺从 我们是否身上 我们有他这样的顺从呢 对主说 主让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是否推生阻止 我们是否是跟神谈条件 说主啊我想要这样子 我想要那样做 或者说为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我只是在我空余的时候 在给你一些时间 在我空余的 我再给你一些金钱 在空余的经历上 再给你一点经历 而并没有说主啊 我全心全意来服侍你 玛利亚最后他向神发出赞歌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段 他从四十六节这边开始 玛利亚他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领以神 我的救助为乐 尊主为大 以神为乐 所以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被神的这种感动 被神的灵来抓住的时候 我们会体会到这种 以神为乐的这种喜乐 这是一个基督徒 神经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基督徒 该追求的一个 到最后的一个境界 因为诗篇的三十七篇告诉我们说 说又当以耶和华为乐 怎么样 他就将你们心里所愿的赐给你们 很多人都喜欢后半句 喜欢说心里所愿的主来赐给我们 但是这个前提是说 你们要以耶和华为乐 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得救了 与神和好了 既然与神和好 最后是要与神 与神为乐 玛利亚这个时候 你看他这个赞歌是怎么发出来的 我们看到参照撒迦列就知道 他是被圣灵来充满 圣灵抓住了他这种来自高天的呼召 抓住他的时候 他经历到了一种 心里极大的一种喜乐 我心尊主为大 当我们的心尊主为大的时候 家人们 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种喜乐 他说 我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这个时候那些少女的梦想 我的浪漫的婚姻 还一切都算不得什么 这个时候主在我的里面 发下了一个荣耀的呼召 我的灵是以我的救主为乐 这是一种生命当中一个 超越任何的一种 这个喜乐的这种乐趣 我们全世界都把自己摆上去 服侍神 有时候我去想想 就想想 哇 这件事情太不合思议了 有时候我觉得 我可能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一个人 好像我在做一个梦 很多人可能看 你这个梦 你活着到底是一种 不识人间耶稳的一种什么梦想 但是我们知道 在神的里头 我们参与到这个天国的他的施工 被神使用 被神拣选 被神使用 与神同工 这个乐趣太大了 看到神的心意满足 这种带来的这种淋漓的喜乐 超越了地上的一切的这种 其他任何能够带来的满足 家人们 我不是让你们做全世界传道人 但是你就可以经历到 更深地经历到 这种服侍主的喜乐 当你说主啊 我为你摆上这个摆上那个 看似付出了很多的牺牲的时候 老家人们神要用这种圣灵当中的喜乐 来浇灌你 要你经历到一种钱买不来的 亲情带不来的 财富带不来 事业再成功的事业 都带不来的一种极大的满足 一种喜乐 这是服侍神的一种喜乐 你是否经历过呢 我把握的每一个我们时代的阳光家人 都能够这样经历到 都能够经历到这种 以神为乐的美好的福分 玛利亚在他的赞歌当中说到 主啊你眷顾了这卑微的人 我算得了什么呢 你竟然拣选了我这样的一个无名的小女子 让我可以借着我将弥赛亚生出来 来成就你天国的计划 我是何等的有福 他说万代要称我有福 家人们 有的时候神的护照领到我们 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护照 我们看到的尽都是损失啊 因为很多人都告诉说你很傻你这样做的话 你会损失这个损失那个 你会失去很多很多的宝贵的东西 但是家人们 你是否看到玛利亚说万代要成为有福 如果那时候有人拒绝了神的护照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他拒绝神的护照 他开始过起了他所梦想的生活 好了他的新郎来娶他 他被接过去开始了他的婚姻生活 他有了很多的孩子天伦之乐 他有了他们的事业 他们过得非常的好 这是不是好事 这也是好事 可是他错过了 神放在他身上的一个更高的命定 就是让他与神同共 但是玛利亚说 我这么的卑微你拣选了我 你不仅拣选了我 翻转了我这个人的生命 而且你透过我成就了一个 远远超过我这一个人的伟大的计划 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 不单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人 生命经历的更加丰盛的一个人生 他要透过我们成就是我们以外的一个更大范围 更大规模的美好的事情啊 他可以使用我们 他使用的都是那些谦卑卑微的人 玛利亚怎么说的 那些个富足的不行 那些个有权柄的 高傲的不行 神就让他们降低了 神国中总是这样的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而自卑的必要升为高 家人们 谦卑我们自己 说主啊 我虽然算不得什么 但是我愿意在你们面前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我是个渺小的人 但是情愿你的旨意 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主啊 成就在我的身上一个旨意 使用我的一个不配的人 我要看到我的生命被改变 被翻转以外 我要看到你在我的身上 借着我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祝福到更多更多的人 家人们 这是玛利亚所经历到的一种 在圣灵感动之下 当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他开始被提升到一个 远远超过个人的这样一个层次 伊丽莎博也是如此 撒加利亚也是如此 他们都被神的护照领导的时候 他们顺从 神的灵抓住了他们 他们对神说主啊我愿意 于是他们就成为了与神同工的人 弟兄姐妹在这个圣灵的季节当中 我们不单要纪念的是 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 现在耶稣已经降生在世上 他不再寻找那种圣灵玛利亚 但是神丁姐妹你知道在神他一直以来 他都是在不断地通过护照人 参与他的天国的事工 他不断地来 透过他拣选的人 来成就他的救恩计划 那些人愿意回应 先知以赛亚也愿意回应 当神说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们可以拆遣谁呢 先知以赛亚说主啊 看哪我在这里 拆遣我吧 他以为他自己是误会不配的 但是神洁净了他以后 他说主啊就监选我吧 神的这个护照 耶稣说护照的人多 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机会 家人们我们都有机会 但是悬上的人少 我不愿意看到 我们是没有被悬上的 我们愿意发布到 我们的家人们 都能够成为一个数字 我预备好了 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家人们我们的教会成立了 有五年多的时间 我们是18年 5月20号那天 时代养花教会成立的 从成立起初 你都知道 我们每一个牧者的共识 我们同工的共识 就是我们时代教会 是一个单纯的 非常单纯 爱主的热情的一个教会 正如那样一个花季少女 玛利亚一样 神在她的天国的计划当中 她需要的并不是那些 有很多的才能和资源 很多财富 自以为能做很多事情的人 我们今天可以说 主啊 我们在你的面前 虽然过了这几年的时间 巴不得 主啊 我在你面前所存的这颗心 仍然蒙你的喜悦 就像玛利亚那种心智一样 说主啊 虽然我是卑微的 但是 我愿意被你使用 愿意更多更多更多的 能够与你同工 参与在你的救恩计划当中 你来使用我 看哪 我是神的师妹 我是神的仆人 请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家人们 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 如今要借着他的教会 继续地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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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传到万国万民 要带更多的人 进入神的国度 要让更多的人 要万民做神的门徒 弟兄姐妹 今天有太多太多的 与神同工的机会 讲究我们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恩赐 我们可以来敬拜 我们可以来做直播 我们可以来做 不知会常 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的服饰 但是 如果你看到了 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真的不要去错过 要对这个主啊 就应该使用我 我是一个预备好的人 否定 请到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我们知道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 我们是比别人更加的有益 不是我们是一个好人 而是因为我们做得够好 有资格被你接纳成为你的儿女 不是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蒙了你的拣选在耶稣基督里 照着主你创世以前的救恩计划 今天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玛利亚 在她人生即将迎来最美好的一个时刻的时候 祝你介入她的生命 当她对主说 我看到我是主的使女 情人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万代要称我美国福的 主要今天我祷告的是 你让这样一份单纯谦卑的心 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里面 让我们都能够说 主啊 我愿意你投入参与 成为一个与你同工的人 愿意照你的计划 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在这个 你脚步 已经在来的脚步已经近了 已经时候不多的时候 主啊 我们没有时间再去浪费 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追逐 我们世界上的 我们的野心 我们的梦想 主啊 就再一次地求主来感动我们 主啊 让我们能够说 主啊 我愿意 我所做的一切 主啊 我都愿意 定睛在你的身上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 以我的救主为乐 主啊 提升我们 让我们都有这样的服事的热心 和心志 谢谢主 你吹听我们的道德 愿这个圣诞节 你大多的赐福 并眼前的每一个儿女 还有我们的家人 你借着我们 将这美好的福音 更多更多的能够传扬出去 谢谢你吹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